各位朋友大家好 十二时辰养生法 第三个时辰是讲肺部的 介绍了有十几款是适合 保护肺部的食物 大多数都是白色的 分开两个视频跟大家讲 第一个视频讲完就有一个汤水 接着下一段视频 现在就介绍 第二个汤水 这个汤水 都是全部白色的食材 除了陈皮之外 先讲一下材料 这个汤有沙心20克 肉粥12克 白盒12克 雪耳30克 毛花果两粒 陈皮一块 一块是等于一个陈皮 一个多数是三件的 你拿一块出来就够了 不是整个 瘦肉适量 你喜欢比较多的就更甜的汤水 水十碗就够了 做法 首先我们都知道 肉一定洗干净 将它去 飞水 雪耳浸透 一个小时之内 就要去清除 硬块 将它撕碎洗干净 如果你浸泡用瓦装 再加水之后 用碗倒着 盖着雪耳在水底下 它就容易发得透 毛花果当然 大家都知道 我一定是洗干净 再把它切半 切开两半 它容易出味 其他材料 像沙心肉粥百合 这些 就洗干净 浸浸浸 这样就可以用了 陈皮大家浸 但是不需要刮落 如果你是好陈皮 如果你是普通那些 比较平价的那些 你就刮刮浪 现在就把10碗水煮沸 所有材料都放进去 再煮沸 收小火煮2个小时 这样就够了 大约有3个人份量 这个汤 有滋阴润肺 生津护肤的作用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呢 因为沙心 是主治养阴清肺 歇痰止咳 是致肺热 躁咳 虚奴狗咳 口肝 喉咙肝 这些症状 而肉粥就是性微寒 微甘入肺和神经 广西中药治 就说 这个 肉粥是有 养阴清肺 云醋 自阴虚 多汗 躁咳 和肺胃的功效 而沙心肉粥 一起用的功效更加加倍 白鹤 大家都知道 名字都告诉你 各样都对 有润肺止咳 清心安神的功效 男女老友 任何质病 都合用 而雪耳本身 就是滋阴润肺 还可以美颜护肤 特别如果有便秘的朋友 你多吃点雪耳 不只是喝汤水 多吃点雪耳渣 你将来排便 就畅通很多了 而毛花果 本草纲目记载 姓金瓶 无毒 字五字 利咽喉 肖肿痛 解瘡毒 是防病抗老 最佳的食尿水果 而陈皮大家都知道 是理气健脾 是醋濕化痰的 这个汤虽然那么好 但是如果你有感冒 或者脾胃虚弱的人 就小心服用 而这个汤因为有加了雪耳 在这里 而雪耳是不能流过夜的 所以一定要即日喝光 希望这个滋阴润肺的汤 適合大家喝 多谢你们收听